大家好,今天的新闻是 日常政影响国际格局 东亚异地化将加速 中新网3月18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18日刊出评论说 日本定政灾害除了让日本本土遭受重创之外 还将对今后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带来影响 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将明显增加 人们再度担忧刚刚起门的全球经济复苏势头 对未来经济走势的心理 预期短期内将以疑虑不安甚至悲观为主 此外,中日韩印等国主导的东亚 乃至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 进程将由此加速 美国的东亚主导地位由此进一步被削弱 文章摘编如下 3月11日发生的日本大地震 夜已进入灾害的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是地震直接破坏 导致建筑损毁 人员伤亡 第二阶段是地震引发海啸 海水所到基础可谓哀鸿遍野 第三阶段是地震海啸引发的核危机 导致核爆炸和核泄漏 这场规模空前的大地震 引发人们对地震、海啸等 自然遭害之时的管法兴趣 对核安全话题的管法讨论 对日本救灾及灾后重建问题的管法担忧 但灾除了让日本本土遭受重创之外 还将对今后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带来何种影响 使人们在关注 灾虚态进展基于非常关心的问题 再见